你是安静的熊子 向我看 歪 你不只能爱一个人 你可不是一般的好汉 我生前有的地 是为了我们俩人家来的 但是你的家呀 它是你最爱的 是什么 姐姐分享 安静的姐姐 每一天的故事 啊 嗯 嗯 啊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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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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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更重要的是這個論點 沙門基繼續盜助選民 其實學歷沒有幫助的 他說你看 那些有很高學歷的人 那些幫教授、幫醫生的 後來轉過來搞正這個人 沒有不少在對手的時候 是失敗的一個人 但是你說有很多政策女兽 只是沒有任何學歷 他沒有失調 他沒有失調的話 也算是真實對手了吧 總之呢 在沙門基的認知裡面 單瓶學歷是不能夠保證你 一定會成為政策的自由生了 因為有了學歷 其實你還需要有其他方的 會不會太行 打除了沙門基 當事人阿比丁 講完在競選操作後說謊時 就反擊對手國西蒙 對他學歷的質疑 把阿比丁又坦誠說 他拿到的IFO 114001的證書 即使不是學歷 而是體驗方法 正業程序上 需要有的任務性證書 反正當事物跟學歷也有許多關係 大姐聽說 他很遺憾 背手竟然抓住這種小聖密 來參與刑組的客席 而最近在他面中 其實很準的大不了的是 背手沒有需要的最件事來採訪 嗯 我們那就是覺得啦 在這段電練節目上 學歷 不想經驗來得重要 因為有學歷 你又不能夠成為一名好歪兵 他能夠有 學歷 是個比較重要的 在這段電視劇中 剛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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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部長法米今天為 西蒙出家後學人 訓練的證書說 學歷 又後許 人在進省成為 一人成的一個關鍵進步 這會決定人民的未來 法律上 如果有人學的 學歷 重要的 這個證書 這等於是 他們是 尊重訓練 對於 我由米塞大學 格式學位的 西蒙候選人 狗哈里哈里 今天也會認識 讓選民超級高級 而且在第一名 台北部的證書領袖 不只需要擁有良好的體格 也需要 考驗支持 如果一名領袖 如果有支持的話 這很有可能會 遇到他人 一人類就是如此呢 我們就要教導他們 懂得分辨 善惡是非 好啦 到底是經驗比學歷重要 還是學歷比經驗重要 遇到 念念之物 如果要判定到底誰去選民的話 我們只能等 2月第四號 我們將會 章雞巴雅選人 用手擁一票 造作 答案 其實呢 對於這場 在旁邊的 難度還很緊急 要是你 反應選人 才會練成選舉當中 佛羅拉大學 這位學者 諾阿遊儀 在接受 陽光預報 訪問時 給說 章雞巴雅選舉 現在呢 是 五五波的情況 這名學者說 去年 從六周期以後 全民主席 太遠了 同樣是 聚盟政策呢 對多聚取到 百分之十度的 百分之十度的 公平的 聚盟政策 會當成的 所以 這個周期呢 在這名學者的眼睛看來 現在還是沒有 很像你 什麼世界的 虛擬啊 在這名學者 很多人說 非常 不許人覺得 團結在口頭 最重要的指標 甚至政黨因素 也會大於 負選人因素 也就是說 傷心搭檔的選民 不可能會 頭打 或頭人 和其他為 他就證明掌握著正前 哪在打選戰的時候 或是保有一定的優勢 在美國的選手 現在也許多 可以 傷心進出的 虛擺和科技 甚至還有他們的 超級機械心 傷心 傷心 救援 都信心蒙 最大的障礙 這是分析的看法了 好 快點來看 好